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14日星期一 节目开始前 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陈破空纵论天下》 四个选项请选第一项 这样可以得到即时的节目通知 另外也欢迎新老朋友继续点赞 传播和评论我的节目 感谢大家支持 最近网上盛传说胡锦涛去世了 说习近平必不发伤 这个传播已经好几天了 在社交媒体上有 在网上也有 真假难辨 但是习近平已经隐身了差不多两个星期 他在7月底提了两名上将 说是解决了火箭军 里同外国 气暗透明的事情 之后他就没有现身 河北大水 东北大水 到处洪水滔天 习近平和中共高层都没有现身 只是李强中途假装举行了一个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勉强现身 高层都归缩在北戴河 继续开北戴河会议 但是今年北戴河可能是首次没有出现政治老人 或者是刚刚退休的高官 比如说李克强 汪洋等 也许就是习近平 习家军自己在那里开会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传出 说胡锦涛去世 说是习近平密不发伤 召开了全国的公安厅公安局长会议 从审到中央到市县都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说严防出现1976年或者1989年那样全国性的抗议风潮 1976年指的是周恩来去世所爆发的天安门事件 百万民众在天安门抗议 纪念周恩来讽刺毛泽东和四人帮 但是毛泽东还在世 但是已经病危病重 另外1989年指的是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 因为胡耀邦主张经济改革 政治改革 同情学生 被政治老人 邓小平等人非法罢黜 后来郁郁而终 突然去世 引发了全国性的民主运动 就是震惊世界的八九迷运 持续两个月 后来中共是以大规模的屠杀收藏 出了30多万政府军 坦克 机关枪 军队学习北京 收藏 叫六四大屠杀 史称六四大屠杀 或者是天安门事件 这一回如果胡锦涛去世的话 说有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抗议 那胡锦涛首先去没去世 我们先不下这个结论 如果说胡锦涛现在去世 让人觉得有些古怪 因为胡锦涛的年龄 他是1942年出生 现在81岁 根据现在在中国国内 普通家庭 80多90多岁的老人很正常 稀松平常 长寿不是一件难的事 而作为高干退休的最高领导人 所享受的那种特别的待遇 特工 高干病房等等 特殊的待遇 也不至于这么早去世 那如果他真的去世的话 那就可能是非正常的死亡 比如说我们所简单的 他是被气死的 因为二十大 他被习近平下令当场驾离 就因为他要看名单 那个名单应该是被偷换了 中央委员会的最后要投票的名单 临时被习近平 习派偷换 习近平和习派可能开始告诉胡锦涛和其他政治老人 有李克强 汪洋 他们在这个名单上 最后 李克强 汪洋却被完全排斥 团派被排斥 说怕这个名单被胡锦涛看见 眼看就要闭幕了 要假装表决了 所以在情急之下 习近平汉南下令把胡锦涛当场驾离 这是前总书记 前最高领导人 他的权力就来自于胡锦涛 他居然下令嫁离 所以胡锦涛如果突然去世的话 有可能是被连气带病 气病交加 去世 就像当年的胡耀邦一样 就是这样 胡耀邦在1987年初被罢处 1989年突然去世 说是心脏病 突发性 但是他只有70多岁 大概73还是74 这回如果胡锦涛去世的话 第一个我们就理解成气死 第二个就可能是非正常死亡 比如说现在习近平都用48年的手段 在控制其他领导人或者政治老人 所有的司机 医生 助理 秘书 都是他的眼线 那部署在胡锦涛身边的人很容易给胡锦涛下毒 什么茶水 餐饮 吃饭 都可能下毒 不是说立即把你毒死 至少可以慢性下毒 把你毒死 也就是说下毒的可能性不排除 也就是说胡锦涛去世是 真去世的话是去世还是被弃 被去世都是一个疑问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习近平等人要开北戴河会 但是首次要把政治老人都排除 退休的高级领导人李克强 汪洋都排除在外 那么引起胡锦涛的不满 可能胡锦涛坚持要去北戴河开会 坚持要痛批习近平 甚至在政治老人中进行号召 要求了政治老人到北戴河开会 要跟习近平讨一个说法 不仅是二十大要来一个说法 你为什么临时换名单 而且这半年来的内政外交的失败 中美关系的紧张 以及洪水人祸大于天灾 制造泄洪来保一个毫无价值的雄安 牺牲河北人 桌州百万民众 河北广大离去 这些都可能要讨一个说法 但是如果说胡锦涛要求参加北戴河会议 并且要求像以前那样 把政治元老跟现在的执政高层坐在一起 可能受到习近平的反对 反对不成就可能对胡锦涛采取其他措施 包括如果在二十大主席台上 都可以那么粗暴的当场驾离 那就不排除在没有镜头前更为粗暴 比如说阻止 软禁 监控 甚至恐吓 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排除了 胡锦涛这位前总书记 弃病交加 去世 或者说被某种不正常的手段蒙害致死 当然也有人说 现在传出的可能不是胡锦涛去世 说是另外一位政治老人 可能是朱镕基去世 朱镕基是90多岁了 说是住在海津医院 但是去年北戴河会议传出 朱镕基说了一句话 说习近平把他在海津医院相当于戒备和软禁起来 说一关就是五年 说要不是楼继委 就是他当年的财政部长进去 说海津医院的司令是个好人 放他进去 他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这是去年北戴河传出的朱镕基的话 所以说朱镕基有好几次缺席了什么党庆国庆 也有可能就是对习近平的修宪 长期执政 取消领导的任期制 集体领导制不满 表示反对 就被习近平用特勤局的特务手段控制起来 所以也可能是朱镕基去世了 中共显得神神秘秘 密不发伤 回头来说 如果说是胡锦涛前总书记去世 或者是非正常的取世 会发生什么 实际上作为民间 不能够做出很多的判断 可以说是一个未知数 究竟会发生什么 但是习近平当局是抢先做出了这个研判 就是说可能会发生1976年的大抗争 或者是1989年的全国性的大抗争 非常惊恐 所以也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习当局高层全部隐身不出 河北的洪水 洪水滔天 就在北戴河周围 洪水滔天 他隐身不出 归缩在北戴河 然后为什么当政治老人和退休的高级领导人 都不能够在参与政治的时候 被习近平一手把持 一手遮天 一派独大 一人独大 还在开北戴河会议 可能就是在北戴河密谋 如何处理 所以回头来说 胡锦涛先生去世是真是假 我在这里不下结论 但是传出的消息恐怕也不见得是空穴来风 中共高层这些动静 特别是习近平隐身不出 这种动作可能显示出背后有一些轨迫 有些名堂 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然 让我们通常说的话 或者中共这些外交官所说的话 谢峰也好 赵立坚也好 常说的话 那就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先生 也是下一届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很可能在明年的大选中获胜 最近他是去南美国家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就是过境美国 去的时候要过境纽约 回去的时候要过境旧金山 成为一个重要的行程 所以访问巴拉圭还是一个名义上的 而在美国过境的访问才是有实质的含义 不过这一回有一个现象 就是当赖清德到达纽约的时候 除了有台桥 台湾的侨胞组团到酒店外欢迎 之外 也有中国向往民主的人士 也是组成列队去欢迎 台湾的侨胞是喊着加油 或者叫赖副总统 或者赖总统 中国这些支持民主的人士喊着是反对攻打台湾 中国人反对入侵台湾 所以表达支持 最大的看点就是 亲共分子消失了 没有现身 以前凡是有台湾的总统 或者是台湾的政要过境美国 除了有欢迎的人士 还有抗议的人士 抗议的人士就是中共大使馆 领事馆所组织的一些所谓亲共侨团 甚至把福建那些偷渡客组织起来 每人发100美金或者300美金去抗议 就像前两年 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 过境纽约的时候 中共组织了这些福建人 跑着去抗议 发钱抗议 而且当有中国民运人士出现的时候 他们还对中国民运人士是拳打脚贴 当街上演 红色暴力 告诉全世界 中共就是靠暴力起家 靠暴力维持 但现在全都消失了 第二天 当赖清德在华人社区跟侨团举办一个酒会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出来抗议 有一个人在街上拿了个横幅出来说反对台独 但这个人不知道是亲共分子 还是说是台湾的统派 不知 也就是唯一的一个抗议的声音 其他的亲共分子全都做了说头乌龟 这说明美国近几年打击亲共分子 打击对美国社会的渗透 尤其抓见底起了作用 很多的亲共侨领纷纷的落网 被抓 被捕 被判刑 甚至有的亲共分子 什么华人 什么华侨联合总会的主席 像林建新是上吊自杀 所以这些消息风声鹤唳 吓坏了亲共分子 大概中共方面就是再三要求大家出动 大家也不敢出动了 另外关于赖清德过境美国 中共的表态是一贯 号称的就是要坚决反对 强烈抗议 跟美国交涉 又说把赖清德到美国的过境说成是串美 或者是串法 还说是赖清德是麻烦制造者 结果海内外的华人很容易回进中共 回答很简单 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在北京 在中南海 制造两岸紧张的麻烦制造者就在那里 全世界都知道 中共就是trub maker 另外一点 把人家的访问说成是串访串美 很多中国人就笑了 说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连串访串美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话是不是心里有点酸呢 吃不上葡萄 说葡萄是酸的 才会说出这种酸话吧 中共搞了一个反间谍法 说从7月1日开始生效 那么国际上都说 反间谍法一搞 更多的外资外企要撤离 还真是印证了 这回来 中共的反间谍法直接针对了特斯拉 特斯拉是世界最大的电动汽车的龙头 最大的场就设在上海 董事长和创始人就是马斯克 他同时也是新年的创始人 还有现在接管了推特 改名叫exo 现在人们发现 在一些地方 特斯拉不得入类 比如说在湖南 岳阳有个机场 说叫三河机场 荷花的河 所以就写着 涉密区域管制 特斯拉不得入类 很多中国人购买了电动汽车 购买了特斯拉 这些中国人送客送到那里 还不能再往里面了 就停在那里 就得走了 当局的解释或者暗示是说 特斯拉有警报系统 有监视系统 它停下之后 它会自动监测周围的环境 来以测汽车或者车主的安全 所以以这个为由就不让人家进 那这个就明白着 赶走特斯拉 所以特斯拉撤离中国是大势所需 这就是为什么大概几个月前 马斯克去中国访问 说在北京和上海访问 停留了两天 甚至受到了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丁学祥这个级别的接见 似乎希望马斯克带进外之外商 但是马斯克两天行程一言不发 走了之后 突然宣布加大在墨西哥 在德州建厂 就发出了撤出中国的信号 而上回中共搞了个汽车展 特斯拉也没有出息 而且叫电动汽车展 特斯拉没有出息 实际上特斯拉在中国里面受到了歧视性的待遇 当他的技术被模仿 被剽窃抄袭之后 中共也想排挤他 习近平到成都就到处就贴出来 不让特斯拉进入相关的领域 还有中共在北戴河开会 说在北戴河的外面防范了很多事情 其中特斯拉就不能够靠近北戴河 所以特斯拉在中国最大的投资 最大的建厂 最后落得个 最后还是要被中共所排挤 那两头一排 特斯拉要走 中共一排挤 最后特斯拉肯定撤离中国 尤其是反间谍法出来之后 处处都在防间谍 防监控 所以有的车主就说了 买了特斯拉的车主就说 你防特斯拉监控 那你们自己的监控不处处都是吗 到处都是摄像头 到处是监控设施 你们究竟监控了个什么呢 就只准你们监控 别人只是为了自身的车身或者车主的安全而已 都不让 所以可以看到中国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不公平 民间没有任何权利 所有的权利都归于官府 这个民主国家 正常国家刚好相反 就一切权利在于人民 由选民说了算 由民众说了算 哪怕官员能当还是不能当 一个总统能上位不能上位 都得由民众来决定 但是中国一党专政的国家 它的政治结构和它的政治逻辑刚好相反 新西兰最近发表一份报告 叫做《2023年安全威胁环境评估》 是新西兰国家情报局发表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一出来 中共驻新西兰大使馆跳脚 说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原来这份报告首次指名道姓的说了中共的威胁 新西兰面临越来越多的外国干涉和外国威胁 尤其指到中共在新西兰的机构对华人社区的监控和威胁 新西兰以前的这一类报告都没有提到国家的名字 这次提到三个国家的名字 就是共产中国 伊朗和俄罗斯 说越来越多的外国威胁或者外国干涉是新西兰的安全形势加剧 说今年跟去年相比 形势更为复杂 主要就是讲的是中共 中共跳脚 还希望在新西兰的华人提供一个包容开放 不歧视的环境 中共自己质问能不能在中国给中国人提供一个包容开放 没有歧视的环境 到外面去对别人进行 双标要求 自己不要说在外面对华人做不到 连在国内都做不到 中共之所以跳脚了 是因为新西兰原来以为是五眼联盟 就是五个英语国家中最薄弱的一环 因为新西兰在它的外貌上依赖于中国 中国是它的最大贸易国 新西兰是五眼联盟 就是五个英语国家中最小的国家 人口五百万 前不久 6月份的时候 当美国总统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的时候 新西兰这个新任的总理习布金斯正要访问中国 大概觉得中国方面打招呼和压力 他还很罕见的表态 说他不赞同拜登的说法 认为中国可能是不同的政治体制 因此他不把习近平称为独裁者 似乎得到了一个门票 一个到北京访问的门票 结果访问之后 当然是得到了很多的贸易大单 贸易订单 但是一回去之后 新西兰政府该干什么干什么 继续加强跟澳大利亚的关系 加强五眼联盟的同盟关系 在广义上 国际联盟上围堵中共 所以这次新西兰发布的一个报告 让中共觉得好像很不给面子 出乎意料 但是中共自己在新西兰上下起手 那里的驻大使馆 那里的中共的这些成立的机构 在那里搞渗透 对中国的留学生 中国的意见人士 香港的或者台湾的 甚至少数民族的这些人士进行监控 进行干扰 同时想在新西兰的政界上下起手 所以这份新西兰的国家安全报告的出台证明 新西兰仍然头脑很清醒 知道中共是新西兰面临的最大威胁 所以就点出了这一点 使中共对新西兰所抱的幻想完全破灭 以为这里是可以打开的一个剥弱缺口 可以突破五眼联盟 突破西方 但是现在看来仍然是颗粒无收 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还 以前毛泽东时代有一句打中联冲胖子的话 叫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尽管当时毛泽东在共产中国也是受到世界孤立 习近平时代有时候也会用那个话 但是习近平时代很清楚 不是什么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而是我们的朋友没几个 而且我们的朋友靠不住 我们当时指的是中共 说到中国今年的大水 河北大水 黑龙江大水 现在南方一些省份也在涨大水 还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 就是前夕天在四川雅安 说有一个网红打卡地叫鱼林坝 说很多网红喜欢到那里自拍或者做节目 结果有一群大蛙也要跑到那里去凑任了 而是说要在那里唱红歌 跳红舞或者叫广场舞 甚至说在水上进行 要比美 当时有11个大蛙参加 但参加的时候莫名其妙 突然这个河水就暴涨 一下涨上来 涨上来的时候猝不及防 这11个大蛙居然四个死亡 另外四个人落水 当时这个洪水就来得非常蹊跷 没有看到下雨 也没有看到什么山洪暴放 这个水怎么就来了 当局是知乎其耻 肯定又是无预警的泄洪 是不是说这些大妈被谁下令放红 给蒙杀了 这个可能性倒不是那么大 但是肯定是为了某种事情搞无预警的泄洪 因为现在中共官员已经习惯了 动不动就搞无预警的泄洪 为了某种目的 所以这个目的不清楚 突然之间这个淤淋巴这个地方就洪水暴涨 一涨就是几次高 这些跳广场舞 唱红歌跳红舞的这些大妈 是唱着山沟给党听 我来把党比母亲 结果就随着母亲走了 所以现在有的地方说打错标语形成反腐 叫做灾难深 但党的恩情更深 有人就说是啊 党的恩情就是灾难 灾难就是党的恩情 说党的恩情比灾难还要深 说这些唱红歌跳红舞的大妈算是接受了一个教训 不过是以生命的付出来接受这个教训 节目结束前 再次提醒大家 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陈破空中论天下》 如果是个选项 请选第一项 可以得到及时的节目通知 也请新老朋友继续点赞 传播和评论我的节目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